大家好,我是吉志的心慈 那今天呢,要来跟各位戒友们分享 其实啊,会来诊所机械毒的戒友们呢 通常都是因为皮肤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啊 皮肤开始有症状了 那大家都担心这个机械毒的过程中啊 皮肤会有阻止衣或者是变猪头的情况发生 但如果不是因为你的皮肤已经受不了了 怎么会有这些敏感、粉刺、痘痘 甚至是已经有阻止衣或是变猪头的问题呢 所以在协助各位戒友机械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去强调说其实表皮滋润非常重要哦 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的皮肤呢,累积过多了 就像呢,你在吃火锅的时候上面的盖子 那皮肤底下的东西呢,就会一直滚一直滚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把这个锅板软化之后呢 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拿走 然后呢,让下面的东西能更顺利的出来 你的表皮呢,就不会崩,就不会炸 所以目标呢,就是要能够让表皮能够柔软滋润 那要怎么知道说你的表皮有没有被好好的照顾呢 很简单,就是呢,持续的拍皮肤图 好,那就像这张图啊,大家可以看到 当你的表皮有被照顾到的时候呢 那皮肤其实会自我的修复 那粉刺痘痘呢,就会逐渐的没有 而且呢,你还可以看得到表皮的纹路越来越多哦 所以,其实不用很担心 因为你的表皮变通畅,然后变健康 你就不用担心有组织液 然后有敏感,有痘痘,有皮肤发炎的这些问题 所以,其实机界的过程 你同时拍皮肤图,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自己是有进步的哦 大家就不用太担心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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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